嘿嘿嘿嘿 今天的发现希腊先生专题报道 我们带你来看 这个火对人类的文明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古希腊神话当中 火神就代表着 四个人类工具以及新的发明 相对这种创作 以及热爱工作的个性 也表现在代表生命密码 八号的个性上面 希腊神器中的十二位主神 为什么能解读成 十二种不同的生命密码 就因为他们每一位的个性 和遭遇都不同 比如说火神哈派斯特 生下来和其他外表 完美的天神不同 不仅其貌不扬 身体还有残缺 所以母亲女神希腊不爱 父亲天神宙斯更是讨厌他 还将他逐出天堂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 反而将心力投注在创作上 最后成为十二位天神中 相当重要的一位 而且还娶到最美的女神 维纳斯 维妻 代表是创造东西的神 然后他跟别的神不一样 就是他没有去玩东西 他就是努力 在工厂里面一直创造 一直做事情 拥手 很有个性的 所以开始别的神都不喜欢他 但是发现他很会做事情 都把他的天翻出来 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厉害 到现在他的庙还在 或许就是因为火神 专精在制造工具 造福的是工人 所以他的神殿遗迹 建造得相当坚固 虽然与新建于西元前四世纪的 巴特隆神殿同一时期 但是火神庙却是全希腊 保存最完整的遗迹 从近距离的拍摄画面 可以看见 虽然建筑因战火 有些许损毁 但是整体的结构 还算完整 完美的多里斯式建筑 虽然比巴特隆神殿小一号 但也无损他雄伟的气度 神殿内部 现在已经不开放参观 但是根据考古学家调查 这里是当年 人们祭拜野铁之神的圣地 代表生命密码八号的火神 创作能力和热爱工作的个性 是如何反映在我们身上呢 如果火神 只代表你的个性 你是八号的个性 你一定要做创造事情 你不要有什么想法 去做 不要一直想一直想不做 因为你生气 你要去表达 你快乐 你要笑 你不能一直把它卡住在里面 因为卡住在里面 就是非常不健康 出来就是身体不好 所以就是从火神 可以学到那个东西 没关系 你不好看 没有钱 什么问题 不理它 你有什么想法 你把它慢慢创造 很热情 一定会成功 苏之八 呈现在自然界就是八角形 这种结构一项含有稳定 权力和保护的意义 特别运用在城堡建筑上 给人牢靠的感觉 就如同火神在专心创作后 所带来的成果 是自己都无法预期的 而运动员如果是属于八号 通常好胜心强 基降法对他们来说相当有用 所以比赛中心理建设 是影响他们胜负的关键 中天新闻熊云山 希腊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